這次呢除了一些基本的家具之外 我們其實也在不少的地方做一些系統櫃 但是要跟大家提醒 在做系統櫃的時候 千萬不要做整面牆或是整個天花板都是系統櫃 要保留一點讓你的家有呼吸的空間 在窗邊的地方它本身就是做一個飄窗 所以它下面有一個小小的牆 它其實就算是一個很適合做卧塔的區域 像是這個卧塔的下方就放了四個大抽屜 那兩邊呢也是做稍微比較淺一點點的書櫃 另外呢就是在一鏡門的地方 我們幫它做一個玄關的收納區 那一般住家他們其實都比較不會想要 一鏡門的時候就直接看到餐廳或是看到廚房 所以在這邊我們用系統櫃做一個小屏風的概念 那稍微做的比一般鞋高一點點 也可以增加更多的收納空間 並且在它的上面 我們是用鐵劍加木頭的方式做了一個吊架 這樣子不但可以達到屏風的效果 也可以用植物來做好看的擺設 接下來呢我們要布置的是這一整個層架 我們要用人造植物來布置 然後這邊想要教大家 如果你想要在家自己用這種夾植物來布置該怎麼做 都會用混搭的方式 所以就會先選幾個物件 像是可能這種竹籃啊藤籃之類的 稍微擺定我覺得他們可以擺的位置之後 再開始把植物一個一個放上去 這樣子你在做的時候就可以去看 不會整個都是滿的都是植物 會讓這邊更有一整體的感覺 另外它因為在鏡門玄關處的地方 它有一個機靈角 所以導致這邊如果直接放鞋櫃的話 它是會空出一小塊空間沒辦法做利用的 所以一樣這邊就是鏡頭櫃的方式 把它做一個比較窄一點的小層架 那它可能平常看的書啊 或者是放一些小調味料 甚至是小零食都可以藏在這個小櫃子裡面 那這個區塊呢 也可以變成是它的工作區